歡迎收看 完全娛樂 歡迎收看 哈囉 我是Teddy 我是宇宙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沒錯 就是完全娛樂 跟KKBOX合作爆榜啦 而且是 要爆的是 剛出爐的華語新歌周榜 沒錯 耶 那拉跑拉跑 很熱鬧耶 對 而且還沒結束 拉跑持續不斷 然後那個很小的拉跑 當然完全沒有打到我們這樣子 好的 我覺得今晚其實非常的重要 沒錯 就是我們也身為就是 完全娛樂還有KBOX的爆榜主持人 不能口說無憑 對 而且本人其實我們兩個也是算 滿誠實的人 一定的 你們要接下這個 KKBOX 曹阿宇 新歌周榜的那個重任 對 就是一定要先挑戰過某些東西 對 挑戰什麼 挑戰一些東西 要扛下這個大人之前 先看一下這個小李 這是小李 小李 超大顆 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是什麼 誠實 豆沙包 我哪需要這些 我叫陳向希 我六歲出來擦鞋貼乳家計 八歲裝賣鞋裝 十歲的時候 就已經 大專聯考的第一 十五歲 告訴你 十大結束青年獎 超大英俊 好 好 我覺得剛剛好像沒有很說實話 對 而且聽完之後就想說 現在趕快吃 只要聽這些東西 不誠實 不誠實 所以要吃下這個 因為為什麼要吃這個 是因為我們的 KKBOX 風雲棒 不管是哪一類別的榜單 都是強調就是我們要講的是真話 這樣子 好 認真吃 一口 一 二 三 大口 要大口的吃它 我的唇印 可是我們真的有吃耶 想要得到這個唇印的 有沒有 趕快開始留言 我的唇印也太深了吧 是不能這樣算嗎 還是要吃到豆沙還是 所以我們就要挖進去是不是 好啦 正真不是饅頭是豆沙 它是豆沙 而且位置特別定做 你把它吃到有豆沙 滿深耶 滿深 對 我們要強調我們講真話的決心 對 到底有多深啊 我真的問 太深了吧 有 真的有 老 老闆的皮是有點厚 老闆的棒的皮是有點厚 回家高 這一定是饅頭的等級了有沒有 有啦 我再補一塊 好啦 沾一下 沾一下啦 對 這裡有吃到豆沙的部分 你有吃嗎 有點乾 有點乾是不是 有點乾 代表性都有吃到了 有有有吃到紅豆 那你們知道 知道就是要講真話這樣子 好 吃了馬上說實話 但是你知道就是排行榜這種東西啊 你知道唱片公司有些業者就是 有點那個 良心 怎麼了 這我就不方便多說了啦 就是要報榜 他們通常都會準備這個東西 紅包 對 紅包 對 紅包 沒錯 紅包 對 身為 身為 對 身為KKBOX 華語心哥 周榜的兩位爆榜的主持 你們看到紅包知道要幹嘛的嗎 知道 什麼 不是 不是這麼沒志氣 不是這麼沒志氣 好了 雖然說我看到紅包還是會很開心 但是我看到買榜這兩個字 我不開心 不開心 我就是要折斷它 對 我跟你講 衝動是魔鬼 怎麼了 沒有 這麼沒志氣 這麼沒志氣 買榜是絕對不可取的 好不好 沒錯 我讓它 喔 一下就OK 一下就OK 這沒有決心夠 對 買榜拒絕買榜 來 退下 我們不收 紅包就交給我來收就好 好 對 就交給我來收就可以了 好 我覺得在拒絕買榜的同時呢 我覺得也要來在這邊 好好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KKBOX華語心哥周榜的計算方式 其實是依照白金會員 他透過KKBOX軟體來播放這個歌曲呢 是有效的點播次數 什麼是有效的點播次數呢 就是你每一位會員在聽歌的時候呢 你每聽一首歌 而且是要把一首歌完整的聽完 我們才算一次 是喔 對 所以如果你當天呢 就是用了同一台電腦 或者是同一個帳號的話 一直聽一直聽 重複的不亂的聽 我們還是只要把一首歌 只算十次 要衝也很難 我頂多讓你十次 對 頂多十次 對 頂多十次 那我們呢 要開始來爆榜啦 好緊張 沒錯 我們本週的華語心哥周榜 第十名的是 陳彥韻的 I'm Burnley 沒錯 這首歌厲害啦 就是我們的陳彥韻 在發行一週的時候 就馬上Burnley的方式 直接燃進我們的十名 沒錯 陳彥韻在四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也即將推出他的 全新全創作專輯喔 終於是在睽違三年 最發寫的這張專輯 接下來第九名是 薛之謙的 《動物世界》 那我平常也很愛聽他的歌 那這次他帶來三首新歌 有高尚 《動物世界》 還有《曖昧》 那《動物世界》這首歌呢 就是在描述 大眾的感情觀 第八名就是 Eason 陳彥韻的 《在這個世界相遇》 這首歌是電影 《動畫電影大於海棠》的主題曲 如果大家有在網路上看到 這個主題曲 就是Eason在配唱的一個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再次的體會 Eason真的用他的歌聲 去帶出這個 動畫電影的故事 第七名是 《九一一》的 冠軍 在這邊要先恭喜 《九一一》發行了第三張 《創新創作專輯》 其實我覺得這張專輯啊 他的專輯名稱非常有趣 對 因為他叫 《周伯依》 有 對 他是用他們MV導演的名字 直接為這張專輯秘密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創新的舉動 對 我覺得應該也會 大家也會期待 就是為什麼《九一》想要用這個專輯來秘密 沒錯 就是這個導演的名稱來秘密 對 非常特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接下來第六名是 小球 《心之所相》 那說到這首歌《心之所相》 本人一定要好好的介紹一下 他同時也是 酸甜之味的片頭曲 唉唷 對 我們演員是真的 每個人都是狼狼上口 包括我們導演也都超級型 狼狼上口 那你要唱一下嗎 唱一下啦 好嗎 大家同場的笑 唱一下 唱一下再唱 好了 我覺得大家還是 大家是不是還是比較想聽 請我來唱 聽人唱 我再試一下Key 其實大家滿安靜的 OK 今天好又鬆 今天好又鬆 好了 我覺得大家在聽歌吃魚 也可以好好的支持我們的戲劇 酸甜之味 而KKBOX之後也會有小球的專訪 大家可以密切的鎖定 來 接下來是第五名 小樂 《為你停留》 對 小樂 這首歌是 三立華劇 只為你停留的片尾曲 對 小樂其實也有一些話 想要告訴大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樂 吳士賢 非常開心在KKBOX的 我的華語新歌榜 我的新歌為你停留呢 現在是第五名 當然非常開心有這樣的成績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的新歌為你停留 還有 三立的新的華劇 只為你停留 那 想在這邊呢 如果我的Lover們幫我衝到第一名的話 那我就下一次換我了 譬如說我來報榜這類 那我就在現場的 首次演唱我的新歌為你停留 加油 加油 Lover們 愛你們 沒錯 如果小樂的Lover們真的能夠 想要來聽小樂在現場 報榜以及唱新歌的話 持續地幫小樂衝進第一名 對 加油 就是要衝的意思 好 接下來第四名 小雨同在 好 小雨這一張真的是不得了 我們千等萬等等了五年等的 心癢癢 她終於推出了她單綱製作人的 全新專輯 都是一手包辦樣樣全部自己來 所以我相信 小雨這次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 對 那為什麼會叫同在呢 其實她就是要告訴大家 她這次的音樂 是希望能夠與歌迷的精神 同在的一個理念 同在了 她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子唱 就這樣 對 OK 同在 OK 可以 謝謝宇宙 好 那接下來第三名是 來自蔡佩軒的妮妮 其實這首歌在原唱 就是那對夫妻唱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追蹤這首歌 然後也是我的愛歌 就是我的口袋名單的歌 告白神曲 對 告白神曲 沒錯 那這是蔡佩軒 所以我想逃過這一題這樣 這是蔡佩軒也用她自己個人的唱風 去詮釋這首歌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上KKBOX聽一下 那我要來公布第二名就是 YOLI 兄弟本色 說到兄弟本色 身為本色迷的我 好不好 其實這張專輯 對我們本色迷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 怎樣 你要唱歌了嗎 先不要 我先好好來介紹 我先幫我的心聲講出來 就是身為本色迷的我 大家都已經知道 就是這張專輯的作品 也是他們暫時要解散的一個作品 尤其是他們在4月29號和30號的時候 會在小巨蛋舉辦他們的最終場 弱日黑趴的演唱會 對 你們知道那場演唱會有多誇張嗎 多誇張 他們兩萬兩千張票 在四分鐘之內全部秒殺 秒殺 對 我就是那位 兩萬兩千零零一的粉絲 所以我沒有想到票 沒關係 但是沒關係 我也會持續的就是跟你們用歌聲來 游人下去好不好 接下來要公布第一名了 天啊 你也緊張 講這個真的 你也緊張 我也緊張了 這個真的很厲害 第一名到底是誰呢 第一名就是 五月天跟蕭敬騰合唱的 凡人哥 眾望守規 沒錯 在這邊 這首歌厲害厲害 在這邊要恭喜凡人哥 蕭敬騰冠軍 兩週了 他這位MV在YouTube上面 到現在已經衝破 四百萬點閱了 好強喔 不愧是天團 對 真的 厲害厲害 五月天在這邊也有一些話 想要告訴大家 讓我們來看一下 五月天有話又說 大家好 我們是五月天 聽說完全娛樂要跟KKBOX合作 爆榜了 而且爆的還是華語新歌周榜 五月天跟蕭敬騰合作的凡人哥 也在新歌榜 而且已經聽說 纏連兩週的冠軍 謝謝 謝謝 感謝馬莎 哇 哇 真的很感謝大家一路上的支持 也請各位觀眾 不要忘了鎖定 每週三 晚上九點 完全娛樂的 LIVE直播 就能第一時間知道最新的 KKBOX 花語新歌寶寶 哇 哇 哇 不愧是天團 連這個感謝的影片也很特別 很特別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五月天一直是 帶給我們的歌曲是非常勵志的 不管是在現在 以及我們以前的 我們的那個時代也都是 每一首歌都是句句經典 尤其這一首凡人歌 其實我覺得是要說 不管你每個多平凡的你 我們都可以造就不同的成就 沒錯 是非常勵志的歌曲 我剛發現 有一個人他還有話想要說 還有人要插播 對啊 都已經到這裡了 還想要插播 到底是誰啊 對啊 我覺得讓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你有什麼話要說 等一下好了 因為後來我想了一下 第一名好像都是我們的天團 五月天的 我是覺得 人是要有夢想的 但不要做夢 畢竟人家五月天是我的偶像 而且也是我們的亞洲天團 我覺得他們第一名呢 而且穩坐第一名的寶座 是一件非常合乎場地的事情 那 好啦 那我先拿第二名就好 如果拿下第二名的話 我就來這邊唱 為你聽就好 OK 哇賽 其實我覺得啊 第二名其實真的已經很棒了 所以我最想要聽到小樂來爆榜 還有他現場唱歌的朋友 對 Lover們一定要快點幫他衝 到第二名 沒錯 第二名就可以爆榜跟唱新歌了 對 何不趕快來支持一下小樂五思嫻 一定要支持喔 對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要來好好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的華語新歌周榜 第十名 陳彥韻的I'm burning 第九名 薛之謙的動物世界 第八名 陳奕迅在這個世界相遇 第七名 九一一我是冠軍 第六名 小球心之所向 第五名 小樂為你停留 第四名 小語同在 第三名 蔡佩萱你迷 第二名 兄弟本色尤蕾 第一名 五月天跟蕭敬騰的凡人歌 再次的恭喜 這一到十名 大家要持續的 為自己喜歡的歌手來衝榜 終於 終於 我剛剛看一下 好沒有了 OK OK 我覺得大家剛剛 現場都給我們一個很輕鬆的感覺 但我覺得他們心裡應該也 天啊 加油 那種感覺 對 我們會持續的努力 會 我們會變得更好的 對 希望就是這一次 能夠也帶給大家歡樂 然後也帶給大家真的 所謂公平公正公開的 週榜播報主持人 對 那不管怎樣 每週三晚上九點 我們會在 完全與樂持續的為你播報 KKBOX 華語新歌週榜 加油 發展 扭 都 我們 沒有